嗨,我是一本 你花了好久的时间精心做了一部影片 在影片发布之后的一天、两天过去了 只有几个观众观看你的影片 你非常的难过,也很疑惑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最大的可能就是因为你没有做好YouTube SEO 导致YouTube演算法无法理解你的影片内容 就自然不会推荐你的影片给观众观看 今天我就准备了这一集YouTube SEO教学影片 手把手教你如何使用TubeBody 做好SEO优化来增加你的观看量以及订阅量 在看完这集影片之后 哪怕你是一个零粉丝的新频道 你的新影片也是有机会出现在关键值搜索结果的前列的 Bone Channel是一个讲关于YouTube赚钱以及网络赚钱的频道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记得一定要订阅这个频道 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YouTube才会通知你 你就不会错过正常一个帮助你赚钱的机会 你也许有非常棒的内容 但是因为你没有做好SEO 导致YouTube无法识别你影片的内容 自然就不会在观众搜索问题时 推荐你的影片给观众观看 如果你不知道SEO到底是什么 SEO就是搜索引擎优化 无论是经营网页 部落格 或者YouTube频道 你都要把正确的关键词放进你的内容 来获得自然的流量 我频道的最大流量来源就是YouTube搜索 我有很大一部分的观众是通过搜索关键词来找到我的影片的 为了让我的影片能够被观众搜索到 我都会使用2body来做好SEO 让我的影片可以不断的被搜索到 即使在一开始的时候无法获得很多的观看量 但是在一年后 两年后 或者更长的时间之后 他还能够每天获得不错的观看量 在我们开始之前 我要问大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很重要呢 因为如果你们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你把影片看到最后 也帮不到你做好YouTubeSEO的 这是一个选择题 你只需要选A或者选B 在我问完问题之后 我会给你5秒的时间 在下面留言A或者B 那问题来了 A我们应该制作视频才来做YouTubeSEO呢 还是B先做好YouTubeSEO才来制作视频呢 请作答 答案是B 答案是B 先做好YouTubeSEO才来制作视频 你答对了吗 为什么呢 那就要从YouTube演算法讲起了 什么是YouTube演算法呢 YouTube演算法就是 如果你要YouTube推荐你的影片的话 你就需要先过三关 第一关就是点几率 你需要准备引人注目的缩图以及标题 才能吸引观众来点击你的影片 如果你先制作视频才来做YouTubeSEO的话 你就用关键词来迁就你的视频的内容了 所以说我们应该先做好YouTubeSEO 先找到的关键词才来设计你的标题 缩图以及如何配置在内容里 过了第一关来到了第二关是观看时长 如果你是标题党又用一些不相关的关键词 然后有观众因为这些不太相关的关键词 把你给搜索出来了 但是他点击你的影片一看 发现内容跟他搜索的关键词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的话 这个时候他就非常有可能 立马从你的影片当中跳出来 不再观看了 这样一来呢 你不仅会失去这个关键词的排名 还会对影片的观看时长 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 那来到了第三关互动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观众还可能会帮你点赞或留言吗 如果你过不了这三关的话 YouTube还会推荐你的影片吗 总结这一段的话 就是你需要先做好YouTubeSEO 才来制作视频 尽可能先找到搜索量大 竞争度小以及有相关的关键词 然后把这些关键词配置在标题描述栏 标签以及影片的内容里 接下来我会手把手教你如何使用2Buddy来完成 那要在哪里下载呢 大家可以通过我在下面的描述栏提供的2Buddy链接 进入2Buddy的首页 然后点击免费下载 我们只需要点击Add to Chrome就可以完成安装了 之后打开YouTube 点击右上角的2Buddy 进入免费注册一个账号就可以了 这里注册账号非常的简单 大家只需要把2Buddy连接到你YouTube频道所在的Google邮箱就可以了 有观众看完这一部用音乐赚钱的影片留言 希望我可以讲多一点YouTubeSEO的题材 那我今天就使用2Buddy来找音乐频道内容的关键词 首先我们需要先确定我们的主关键词 在准备每一期视频之前 我都会先进行大量的主关键词调研 我们打开YouTube页面 点击在页面上方的2Buddy的图标 然后选择Keyword Explorer 关键词搜索工具 那我就试一下搜索钢琴音乐 你的搜索结果会分为三个部分 那就是评分关联性标签和常用标签 评分会告诉你你搜索的关键词 有多大的机会被观众搜索到 关键词的总体评分越高时 就证明这个关键词越适合使用 评分分为Unweighted未加权和Weighted加权 未加权的评分是根据整个市场平均环境下的评分 而加权的评分是根据你自己的频道而做出的评分 我们应该使用有加权的评分 因为Tubody会根据你频道的内容 跟你搜索的关键词做出比较 来为你的频道的竞争力来给出评分 举个例子 如果我搜索繁体制的赚钱APP 未加权的评分是24分 而加权的评分是39分 你可以看到第一行的搜索量 以及第三行的优化力度是没有分别的 它的分别是在第二行的竞争度 这是因为我频道有比较多关于赚钱APP的内容 所以这个关键词会让我的竞争力高于市场平均环境下的评分 再举个例子 如果我搜索的关键词是钢琴音乐的话 未加权的评分是46分 而加权的评分是21分 这说明如果我的频道要用钢琴音乐做为我的关键词的话 这根本没有竞争力的 这个有加权评分的功能是不是很好用呢 但是在免费版本你不能看到加权的评分 每天只能搜索25次 在关联性标签和常用标签的地方 你只能看到前三个推荐标签 我自己是在用这基本的付费版本计划 才能看到更多的结果 在底下是评分分析 首先第一个是搜索量 如果越接近绿色就证明搜索量越多 如果接近红色就证明这个关键词很少人搜索 接下来是竞争程度 竞争度会告诉大家有多少YouTuber在做这个话题 如果越接近绿色就证明竞争度越小 如果接近红色就证明这个话题竞争度很大 不适合作为我们的题材 不建议大家拍类似的影片 这个是优化力度 越接近绿色就代表别不搜索排名 在前列的影片的优化力度并不是很够 如果你的关键词优化比他们做得更好 就有机会得到更好的搜索排名 这里是关联性标签 我们可以留意一下他给的一些有关联性的搜索建议 能够给你提供很多长尾关键词的建议 在下方是常用标签 一些和你搜索内容相关的最常用标签 这些标签都是做过类似话题影片的YouTuber 他们在使用的标签 标签有没有写上去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漏了一个你不知道但是又很热门的标签的话 可能YouTube没法读取到这个标签 就没法为搜索这类内容的观众推荐你的视频出去 那现在我们看一看钢琴音乐的评分 因为我的频道并不是做音乐频道的 所以接下来我都会用未加权的评分 来看市场平均环境下的评分 钢琴音乐的评分有46分 每个月只有1500的搜索量 我通常会在常用标签的地方找看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可以得到更高的评分和更多的搜索量 来作为我的主关键词 那我试一下繁体制的钢琴音乐 这个关键词有47分 每个月有61千的搜索量 每个月的搜索量居然跟简体制的钢琴音乐 有这么大的差别 然后我在钢琴和音乐中间打一个空格 然后再进行一次搜索 你会发现数据又变化了 评分有68分 比没有空格的钢琴音乐有更高的评分 这是中文YouTuber在用YouTube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一个困扰 它具有空格和没空格的区别 还有简体和繁体的区别 你还可以试试看搜索 清音乐 纯音乐 钢琴曲等等 看哪一个关键词可以得到比较高的评分 在这里我就以繁体制的钢琴音乐作为我的关键词的选择 作为小频道或者是新频道的话 最好是加上长尾关键词来提高我们的影片出现在搜索结果前列的机会 我们可以在关联性标签看看有什么长尾关键词的建议 我就先试一下钢琴音乐轻快 评分是65分 再试一下钢琴音乐放松有100分 那我们就把钢琴音乐空格放松作为我们的主关键词吧 讲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帮到你的话 就帮我点个赞吧 YouTube衍生法是很注重互动的 如果有很多赞和留言的话 它才会把影片推荐给更多的人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看到这部影片 然后可以帮到他们 如果你还想要学习更多的话 可以在下面的描述栏参加一个70分钟的免费培训 教育你如何运营YouTube频道 在我们找到影片关键词之后 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一步一步的诱惑我们的影片 来告诉YouTube演算法我们的影片内容 标题的日数限制为100个字 所以我们还可以加入第二个关键词和第三个关键词 也许你会知道要把你的主关键词放在你的标题里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标题越靠前面的日权重越大 所以一个非常重要的窍门 就是把你的主关键词放在标题的最前面 下一个步骤就是描述栏 描述栏就是YouTube给你足够的空间 让你告诉他你的影片到底是什么内容的 但是有很多YouTuber没有重视描述栏 有些YouTuber甚至放空描述栏 描述栏有5000个字的空间 我们一定不能够浪费它 我一般会把我的标题复制到描述栏的前列 因为你要确保你的主关键词出现在描述栏的最前面 然后写几段话都是和我影片相关的内容 尽量涵盖最少三次主关键词或者其他的关键词 再接下来是标签 现在YouTube已经把标签的权重做了一些下降 但是它依然非常的重要 我看过很多朋友上传了很多的标签 有关联没关联 只要贴上一点边的就全都放进去了 我发现这样做的效果其实并不好 你要把主关键词的标签放在第一个标签的位置 然后标签要尽量细化 越精准越好 我们要尽量使用产委关键词作为我们的标签 把我们的内容细化 这样YouTube才会了解你的内容 把你的节目推荐给真正感兴趣的人 那么感兴趣的人看了这个影片 他就很有可能会点开 点开它就会有一些积极的反应 从而提高我们的搜索排名 ToBody还可以让你查看你的竞争对手 在他们的视频设置的所有标签 例如我在YouTube搜索钢琴音乐 我打开这个视频 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支影片所用的所有标签 竞争对手设置的标签的所有排名都能展现 这个数字呢就意味着 如果你搜索钢琴演奏 这个影片就排在第一位 我们可以通过查看别人影片的标签来给自己灵感 同时我们还可以点击任何一个标签去查看它的评分和搜索量 在这里我会给你一个懒人包的方法 你可以在这个视频的标签的右下方点击复制标签 然后选择跟你的题材或视频有相关的标签 复制下来粘贴在你的视频的标签就可以了 是不是又快又简单呢 这个懒人包的方法除了又快又简单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的视频 还有比较高的机会出现在这个视频旁边的推荐列表呢 但是我也建议你做一些功课 用Tuberty检测有关联性的关键词的评分来做好SEO优化 而不只是把整个标签复制下来使用 大家使用Tuberty做好这些关键的步骤之后 一定能够大大的优惑我们的影片 从而增加我们影片的观看量 来帮助我们的频道快速成长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记得为这部影片点个赞 然后订阅这个频道 我是一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